歡迎收看健康薪資 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今天21世紀 我們已經進入了機器人時代 連開刀都進入了機器人的時代 外科手術已經來到了機器開刀的時代 究竟有哪一些的部位 特別的適合用這些新的技術跟儀器呢 它和原來傳統開刀手術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我們要帶你來認識 達文希機械手臂的開刀手術 很高興為你邀請到的來賓 是基隆昌跟一般外科主任黃請碩醫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黃醫師你好 KC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黃醫師今天我們要給觀眾認識一個好新好新的 其實也不新的對不對 對啊 這個技術機器人手臂其實在台灣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 對十三年 是但是對我來講對很多觀眾來講可能我們還停留在比傳統手術再高一點點就是腹腔鏡 已經偽創了喔 可是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達文希機器手臂呢 它又是更高階的偽創 是 所以黃醫師我們來看看 其實你是一位外科醫師 那以你的專業來講 其實外科的手術有一個眼鏡史對不對 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好 那通常我們 我們一開始的外科是以傳統開腹式的手術為主 那我是一般外科 所以以一般外科的手術來舉例 是 那在第二代的手術我們稱為微創手術 就是一般大家眾所皆知的腹腔鏡手術 那腹腔鏡手術大家也知道它的優點 其實也很棒啊 對 就是可以比較微創嘛 然後病患可以比較快的恢復正常生活 是而且出血十三口也都比傳統的這種 可能開一個肝一個胃要十幾二十公分 都來縮小的很多對不對 對 但是現在今天我們要帶觀眾朋友認識的這個 更微創的這個達文系手臂 它的優勢會更多 對 因為它是一種機器手術的平台 那所以它可以克服很多第二代的微創 一般腹腔鏡手術的缺點 所以可以讓醫師的工作更精準 更輕鬆 好 所以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其實現在觀眾朋友對機器人不陌生 其實你到各大比較大的百貨公司或是賣場 或是甚至有一些大企業 他們都引進了鴻海 郭台銘先生所用的這個PIPPER 對不對 機器人 對 那我知道的 機器人其實已經進到我們 而且我們從電影很多的一些科幻片裡面 就已經看到未來的 這種未來科技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機器時代 對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的醫療已經進步到 已經進入到機器人能夠主刀開刀了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來看看 其實優於這些比較傳統的一些 這個技術的話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達文西 為什麼要取名叫達文西 是這個達文西的人發明的嗎 是要紀念那個達文西的一個藝術家 是真的 然後他畫了一個機器的圖 那我們紀念這名藝術家的訓練 那當他畫這個圖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想過之後會變成一個機器人手臂吧 那是一個系統 其實它是一個機器人的系統 是 所以為了紀念達文西這個藝術家 我們就把它取名叫達文西 機器手臂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有幾項重要的革新對不對 對 是 那請華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主要在 最重要就是說 它解析度很高 而且它是一個立體的手術師 3D 對 3D 是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微創手術 腹腔鏡的器械它是直的 OK 那進去它有一些角度會受限制 是 可是機器手臂進去 它可以有人的向手伸進去肚子裡面去開刀 就有手腕 讓機械的手臂有手腕 那再來就是說醫生在開刀的時候 他是才坐著 開刀 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是 那對於長時間的手術 他比較不會疲勞 不會累 而且可以不會有顫抖的狀況 不會抖對不對 不會累 然後 而且他會比較精準 好 所以其實我知道說一個外科醫生 其實最辛苦就是要開一個比較 比較高風險或是說比較長的時間的一個刀 都要全程用站的 以傳統的外科醫師來看的話 真的身心疲乏對不對 然後要維持手術的一個穩定性跟它的安全性 其實這對外科醫師來講它是個挑戰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這樣的一個好的儀器跟精準的儀器的話 他真的可以讓醫生喔 至少合乎人體工學 對 不用抖騎啦 對 是用坐著 然後呢 可以藉著這一些機器的手臂 你知道嗎 到時候我們等一下會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機台這個 機器人他的手臂是怎麼樣呈現 而且呢你看剛剛醫生說的 你剛剛說腹槍鏡他可能只有直直的一條 對 管線對不對 然後進去 然後直接去開刀 對他不會前面的頭不會轉彎 是 所以現在 一般腹槍鏡的器械他是直的 那機器手臂他這個是可以轉彎的 是 他可以有 他前頭有七個轉動的 自由度 OK 一個角度 對然後可以旋轉540度 哇人也只有360度 對 就算醫生的手在怎麼厲害 他只能在操作在這個 你說180度就很靈活了 要轉到360度還卡住了 可是今天達文西的機器手臂 他竟然可以570度 540度 540度的一個轉向 所以觀眾朋友真的我們要來 看一下科技已經走到什麼樣的時代了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圖 我們請主任來跟我們說明看看 傳統一般腹槍鏡到達文西 他這個觀眾朋友看這張比較圖就可以一目了然對不對 對 好 那一般我們傳統手術呢 他主要的優點就是說我們是直接把傷口打開 所以我們可以把視野 對 放大嘛 都完全暴露出來 然後到微創手術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影像系統的進步 所以讓我們從很小洞的地方呢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病罩 那到達文西系統呢 他其實不僅是3D 而且可以放大10到20倍 所以他幾乎你帶著纖維鏡在開刀的影像 對 他可以放大比傳統開腹一目了然更大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優勢 然後靈巧度呢 靈巧度就是說 因為我們傳統手術你已經把肚子打開了嘛 所以就 他是 比較方便利用手的 隨便把病罩就打出來對不對 對 可是微創他的靈巧度是不是就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副腔鏡的器械他就是有這方面的限制 所以才會有機器人手術系統來克服 去誕生了 克服這個缺點 是 所以機器人剛剛醫生說的 他的視野可以放大 又可以靈巧 對 是 好 那觸覺呢 觸覺的話呢 這個是傳統手術最大的優點 因為醫生可以透過雙手去感覺到 去感覺到那個病罩 對 那在副腔鏡的操作方式 他是可以用器械間接的去體會 這種組織的軟硬度 是 跟那個 好的或壞的 是 的組織 那 在機器人來講 他是沒有觸覺 沒有觸覺 對啊 那他 怎麼去 這個就比較不會有那個觸覺 但是 他可以藉由 等一下我們會說明 他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辨別 對 你的 你要開刀的 淋巴啦 或是你的病毒腫瘤 是在哪裡 對不對 好 好 那還有就是他的傷口出血量這是民眾比較關心的 那一般大的傷口他出血有時候會比較多 是 那我們在微創有一些 我們叫Energy Device 有一些超音波刀啊 像這種 器械呢 可以 讓我們開刀的 失血更小 更少 對 然後 可以 而且是可以透過微創的方式去進食 是 所以其實傳統一般的話 就大概幾公分高 大大的刀 一個傷口 對不對 可是他的修復期相對的就要可能用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時間來修復 然後出血會比較多 但是腹腔鏡他可能 四五個洞 對不對 少著四五個洞 那當然有洞 傷口出血就會減少很多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出血 那達文西呢 他的出血量如何 然後他的傷口又是怎麼樣 達文西他是 其實傷口 也可以跟腹腔鏡一樣 那甚至可以 就更少 是 那在出血的控制來講 第一個他可以放大嘛 所以你很小的血管 你也可以判斷得很清楚 是 不會去誤傷到 對 所以你每一條血管都可以很精準的分離出來 然後幫他處理掉 OK 所以相對初血會少一點 好 所以總結我們這個達文西 我們來看看 給觀眾朋友看這幾張 達文西的一個 剛剛介紹的就是這位 達文西的藝術家 對 這一張就是他的手繪圖 對 怎麼看起來有點像星星 對 是 旁邊這個就是他的一個理念的來源對不對 對 那呈現出來 其實這一張圖是要看到說 其實達文西他也是有個進化史對不對 對 現在已經是第四代 對 OK 那這個是美國FDA approve的機器手術系統 對 那從97年的第一代到2014年的第四代 是 其實他改進了很多很多一些功能 比如說影像系統 還有一些手臂的微小化 還有他的功能更多這樣 是 那我們來看看 這就是醫生使用達文西手術的一個機台 所以一般會有這三個主要的機台 對 是 那達文西這個手術系統 它是有三個component 第一個就是手術的台車 那這個是在病患的那個 身邊對不對 對 旁邊 好 那就等於醫生的手臂一樣 對 那所以他有四隻手臂 那有一個是要放鏡頭的 OK 所以醫生最多有三隻手 可以幫忙 然後一個眼睛 一個眼睛 對 是 然後這個是影像台車 那影像台車是給助手看的 OK 那也可以在 就是旁邊的 看的醫生也可以跟開刀醫生做一些 溝通跟反應 是 對 那手術台車是主導醫師是操作的 那 這個就是 機器 這個是透過這一台 遠距的去操作的 這個手臂 是 所以醫生會坐在這一個 手術控制台的前面 對不對 那更精準的我們來介紹這一個 手術控制台 一個機器人 他要能夠開始完成這一個手術 其實最重要還是在於醫生本身 對不對 對 跟這個控制台車的一個緊密連結 我們說你要 你跟他是已經 兩人成為一體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台車 醫生你介紹一下 這個鏡頭 這個3D的 HD影像的這個視窗跟鏡頭 醫生的頭要進到這個裡面 才能啟動這一個手術的開始 對不對 對 因為 他這個機器手術系統 他其實是有一個保險的裝置 就是 醫生的頭 如果要埋在這個 康手裡面 是 那他的手你才能去控制他 OK 那以防就是說你如果頭不在裡面 那其他人去動到 對 動到手臂的話 那會影響病人的安全 沒錯 對 所以等於是一個開關鍵 就啟動鍵就對了 對 就是一個保險 對 那我們看到簡單這個檯面上 這個醫生很忙耶 也是很忙的 對 好 所以他是有手控跟腳控 對 那 這一個東西是控制 座椅的高低 然後跟姿勢角度 可以調整你的姿勢就對了 對 那這個是有腳踏板 那腳踏板會控制鏡頭 還有放大的功能 是 那還有一些電燒超音波刀 都是用腳踏板去控制 是 那 控制手臂是用這兩個手環去控制機器的手臂 所以那個旁邊的凹槽是醫生的手 手碗可以放在 就架在那上面嗎 是這一個平台 是嗎 我們的手是靠在這個黑色上面 然後手指頭伸進去 這個套環裡面 然後控制機器手臂 好 那那個面板就是操作機器手臂的前後左右 面板是一個功能的 比如說你要放大機背 還有比如說一些紅外線特殊的裝置的 啟動 然後一些設定都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開關機的按鈕 所以右手邊 所以整個的影像平台上面呢 就很像觀眾朋友你玩電腦 電腦上面也有主機板 有一個我們的按鈕平台 或是說你的電動玩具 是不是前後左右 旁邊都有很多的一些按鈕 醫生的這個控制台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介紹了這樣子一個 手術的一個 達維希的一個 那我們再來看看就是 這個台車手術 最主要這四支機器手臂 是 那這個通常要看手術的複雜度 那有些手術只要用到三支手臂 那比較複雜的要用到四支手臂 要看手術的種類而不一樣 那重點就是說 其實觀眾剛剛看到那個機器手臂 是卡在這一個上面 OK 是架在那前面的 是架在這裡 架上去套上去 然後這個手術台車這裡有一個電腦控制系統 會控制那個齒輪 是 這邊就有齒輪對不對 對 然後控制那個手臂 然後進行手術這樣 好 OK 那剛剛黃醫師我們看到了很多 介紹了達維希 我們讓觀眾朋友親自來看看 機器手臂到底是怎麼樣伸縮自如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那這個是在研發中的一個機器手臂裝置 它只有一個洞 可是那裡面有四個手臂 是 然後呢 這裡是一個鏡頭 等於是我們的眼睛 眼睛 外科醫師的眼睛 是 那它從一個洞出來 它就要很多關節 然後增加它的自由度 是 因為這個器械呢 從一個小洞進去開刀的 最怕就是打架 對 所以它有很多關節 自由度才會大 那我們就可以從一個小洞 做非常複雜的手術 是 你看它有捏子 有剪刀 哇 這個伸縮自如對不對 對啊 好 雖然它是達文西的 再進階一些 現在研發中 我們預告 對 第四代 第五代即將要上市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今天介紹 這第四代已經就很厲害了 只是說剛剛我們看到 我們希望以後 醫生是不是從同一個孔洞出來 這所有的器械 應該是說 其實現在的系統是 一隻手臂 架一個器械 然後從一個套管裡面進去 病患的肚子裡面 是 那我們有一些裝置是可以 把洞縮小的裝置 是 但是現在第四代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來看看 現場呢 廠商也有提供給我們這一個 它就是從剛剛醫生說的 這裡有一個 齒輪對不對 醫生就去控制它 然後齒輪你看喔 它前面這一個 手臂呢 就開始 我要打開 我要關起來 然後我要轉彎 你看 觀眾朋友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齒輪的操作 也是很 很靈活的 它控制是很精密的 然後呢 它其實是很靈活的 是 那 跟 醫生的手是互動的 而且是即時的 是 所以我這一隻是什麼 捏紙 磁針器 磁針器 對 還可以當剪刀對不對 對 所以磁針器就是我們所謂的 結束了以後要縫起來 縫合的 對不對 要再縫 縫合的 是 然後呢 它又可以當什麼 剪刀 有一支磁針器呢 它可以自己剪線 前面那一段可以 抓 線 縫 後面那一段是剪刀 可以自己剪線 OK 好 那這一個比較不一樣 這一個是什麼 也是一個磁針器 這個就是帶有剪刀的磁針器 然後它的頭是可以抓線的 OK 然後呢 它的剪刀呢 是在 這個比較靠近尾端的地方 比較尾巴的地方 然後才不會 醫生在抓的時候呢 去誤剪到線 是沒錯 因為它在後面這邊 好 所以你看喔 有剪刀有捏 然後這個是捏紙 這個是雙擊電燒 這個是止血用的雙擊電燒 是 但是也可以當作 抓組織的功能 然後它也可以做一些 玻璃 玻璃血管 玻璃組織 把它分開 對 所以你看 這些機器人手背 是這麼的 精細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就是 消化外科醫師他們 你們從2004年開始 啟用 這是在你們醫院 用打紋吸機器手臂 在台灣 在台灣 對啊 好 所有的 在國內的一個 使用率對不對 對 趨勢 好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 你看從剛開始進來 一點點 使用的一個趨勢 到現在 哇 有18%喔 這個是 每年相對的值 增加的 OK 那台灣是從 2010年開始 進來的嗎 慢慢的 是說在消化外科 慢慢的在使用 是 那04年是有 零星的個案 但是從 2010年開始 它是 以指數的成長 飛快的 然後到2016年 是成長還蠻多的 好 那我們實際 有一個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 就是 達文西 它實際運用在 什麼樣的手術 那今天 黃醫師要跟我們介紹 就是胃癌 對 其實癌症現在 還是在死亡的這個排行榜上 占第一位對不對 對 那今天要跟我們介紹的就是胃癌 那胃癌呢 這邊醫生帶來的一個手卡 來 醫生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有胃癌的產生 然後 那我們可能轉這樣子給觀眾 好 胃癌症癌的一個原因 根據文獻的研究報導 大概就是跟幾個重要的因素有關 比如說飲食 生活習慣 抽菸喝酒 那還有一些基因的問題 對 家族遺傳 對 還有一些幽門感菌感染 細菌也會造成我們胃癌的問題 對 好 所以其實 這樣看下來就是一個生活習慣 飲食其實很大的因素 對 那 那吃什麼東西比較會造成胃癌 像 胃癌在日本韓國其實是第一名的癌症 是 所以 吃很多醃漬的燒烤的食物 醃的東西比較不好對不對 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胃癌怎麼樣實際運用在我們的一個手術上面 一般傳統手術的話 其實有很多選項對不對 傳統手術 我說胃癌的手術其實包括兩個階段 是 第一個階段是破壞 第二個階段是重建 OK 是破壞再重建 對啊 這就是胃癌 所以要把病罩破壞掉 要把它切除掉 是 然後再做腸胃道的重建 好 那我們這邊 實際上我們其實有很多的一個手術 這邊是一個 這一個胃空腸跟吻合術的話 它是胃跟腸子的一個結合嗎 對 就是說我們把病罩拿掉嘛 可是我們的食人吃東西食物還要有一個消化道的進去嘛 沒錯 我們還要拿小腸來做繞道讓它食物可以下去 OK 是 所以還要恢復它的功能就對了 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胃癌它的一個切除要看它的大小 對 對不對 對 實際上面 那其實這邊一般的 其實一般外科也好 脂肠外科也好 到底什麼樣的手術比較適合來用打維席 那從我們一般外科跟脂肠外科的領域方面呢 其實在台灣已經被用在很多手術方面 比如說全胃切除啦 還有一些胃切除跟腦道手術 還有胰臟的腫瘤 或胰頭十二脂肠切除 肝臟切除 那大腸脂肠外科也用的蠻多的 那台灣在這最近十年來呢 第一名是肝臟手術 第二名是胃的手術 做的最多對不對 對 那我知道說其實一開始達維席比較被廣泛 用的科別大概在泌尿科 泌尿科跟婦產科 婦產科 對 是 所以現在連感染腸胃科都很愛用了對不對 就 運用到消化到領域 因為第三代跟第四代機器其實做了很大的改變 OK 那我們來看看實際上 這一個 達文西的手術用在胃癌的手術上面 我們是怎麼樣實際在運用我們帶來幾張圖片 給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那我們剛開始我們會製造一個洞 這個是手術要進去的這個洞嗎 對 那這個是我們利用達文西機器手臂的特點 然後把很多洞的腹腔性手術把它縮小成一個單一的孔道 OK 那我們這一個洞了至少可以容納三隻手臂進去 OK 從這個洞裡面 對 看起來是從肚臍 肚臍眼那邊開一個小洞 是 大概三公分的 三公分就可以讓三隻手臂 像這樣現場這種手臂進去了 對 好 至少三隻 好那我們看隔壁那張圖片 那個就是機器台 機器手臂的手術台 在病人身上的一個實際作業嗎 對這個就是架上去以後就是這個樣子 好 剛剛那個洞是在這裡 中間 那有時候我們需要另外一個輔助孔 是 以防你手臂在同一個洞裡面 會太用心 互相打架 是 然後可以讓助手有另外一個空間可以進去幫忙 是 所以也有助手的空間就對了 對 好 所以 這一個單孔的話 其實它實際進去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醫生要做定位對不對 對 是 那通常因為胃的腫瘤是長在黏膜 那我們進去腹腔的是看到胃的外面的臂 對 那有時候腫瘤很小在 局限在黏膜我們很難判斷說它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打一些 開刀之前會打一些染劑 像這個就我們用藍色的染劑給它打 那我們就知道腫瘤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就 不會切太多也不會切太少 OK 因為開刀你就是要安全距離 那我們要透過一些方式來判斷說我們病罩的位置 然後要切除多少 是 所以這一個有顯示的這就是打染劑進去了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連淋巴 淋巴有時候醫生要用摸的 對 才會看得到 可是今天我們的機器手臂 都可以用其他方式 可以顯現出來 對 那淋巴來講呢 其實我們如果打那個藍色的染劑呢 看不到 其實它會轉移到 它會跑到模擬淋巴轉移的路線 所以有些淋巴它就會變成藍色的 就表示說這些是淋巴 那這附近的組織呢 可能就都是淋巴 可以清楚 那第四代打維系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打一個綠色的螢光染劑 是 然後它有800nm的紅外線可以激發 那可以讓我們看到綠色的螢光 這個是肉眼看不到的 肉眼看不到 紅外線一照下去就顯出來了 在機器裡面才看得到 醫生才看得到就對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旁邊的 幫忙的護士會看不到 他們也會看得到 同畫面嘛 但是我們要把它切換成螢光模式 是 好 所以其實這樣醫生就很精準的可以看到 那連血管都可以放大 血管可以放大 是 像這個血管其實它很細 比那個滑鼠的線 還要細的血管 是 真的 然後被我們放大 這個一條是動脈 這一條是靜脈 哇 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血管都玻璃得很乾淨 因為淋巴就會沿著血管的走向 是 所以一個胃癌的手術可以藉著機器人的手臂 可以更加精準的把病罩給玻璃乾淨 那我們還是要告訴觀眾朋友 其實還是要藉著外科醫師的經驗跟手 來完成這樣一台手術對不對 對啊 是 所以喔 觀眾朋友不要害怕 不是冷冰冰的機器人來開你的刀喔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的 數據 醫生的經驗都可以來完成這樣子 你看術後的傷口 給觀眾朋友看這張圖 肚致也還是回覆了對不對 幾乎看不到吧 大概只有一個 這是術後馬上就照出來的照片嗎 術後一個月病人回門診的照片 大概比10塊錢的銅板再大一點點 是啊 那實際看起來 沒有什麼樣的 大概2.5公分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傷口又是單孔的 真的很漂亮喔 那我們知道說還是要告訴觀眾朋友 其實醫生在怎麼的技術好 還有病人的體質條件各方面的 那還是有一些風險在 每一個手術都是 不管是傳統 腹腔鏡跟機器人手臂 還是都有它的風險 但是最重要是不是 醫生跟病人之間 肅前的溝通 我們要做到很完善 對啊 因為 其實說不是所有的疾病 都可以用微窗的去開 沒錯 比較嚴重的 比較厲害的 是 就比較不適合 那因為說實在機器手臂 它跟人的手還是有差 所以它是沒有觸覺的 是 那還有就是說 它其實機器的力道是很大的 是 所以你在操作當中 如果有一不小心 你去扯到血管或正常組織 它是會扯過或流血的 真的 而且它沒有力反饋 所以你在主刀的醫生 其實你要 開刀的時候要非常專注 沒錯 然後而且你要熟悉那個器械 因為才知道那個力道是多少 沒錯 那所以肅前 大概這些都是要跟病患溝通的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藉著黃醫師來讓我們認識這麼新的達文西機器手臂呢 我們也能夠更開眼界 也能夠在病人的選擇上 能夠跟醫生做好最完善的溝通 謝謝 謝謝大家 達文西機器手臂 著實已經成為國內外外科醫師的手術新趨勢了 也開啟了我們外科手術的一個新紀元 也希望觀眾朋友 當然在你真的有面臨到疾病上面需要把這個病罩來開刀解決的時候呢 我們有更新的一個方式可以提供給你跟醫生做更好的一個溝通跟協調的 謝謝你的收看健康新知 祝你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加工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